不僅是傷身 還可能感染艾滋 怎麼說呢 在民國94年 全台感染艾滋的人數 一下子激增了3378人 而其中因為 共用針頭施打海洛因 而感染艾滋的 就有2400多人 占了全國艾滋人數的七成 他們大部分 都是毒品重度成因者 於是政府就實施了 減害計畫 在各個縣市的衛生所 跟醫院藥局 放置免費的證據 給藥營者索取 由於毒癮的艾滋病患者葉大哥 他現身說法提供自身的經驗 他說吸毒讓他妻離子散 染上的艾滋失去了健康 透過鏡頭來看看他的故事 這些吸食毒品的朋友 他們其實毒品 很少人單獨吸食毒品 都是三五成群的 可是今天我是一個病原的代言者 那我第二針沾了血 對不對 所以我的第二針會進來 那假設其他兩個人 有一個人他也第二針也沾了血 跟我一樣共用這個器皿 這個器皿裡面的毒液 然後就感染了艾滋的血液在裡面 我打一下你也打一下這樣子傳染的 所以我在監獄教課的 給大家宣傳的一句話就是說 吸毒的終極終點不是死亡 而是被感染艾滋病 迎向死亡的前一站是艾滋 光吸毒者就佔兩成大約7000人 56歲的葉斗原本開餐廳 經營電動玩具店 生意很不錯 30歲就月入30萬 是個成功的生意人 來 請進去 我們家一輪點啊 怎麼啦 沒有啦 現在卻一個人住在台北的小套房 原來他32歲接觸毒品 施打海洛因 失去健康也染上艾滋 這一組只有兩種藥而已 它的醫學名稱 一種是抗感染劑 另外一種是 也是抗感染劑 早晚早晚就是這樣 那麼厲害 說起染毒這條路 葉董迴響 26年前疫情風發 卻也迷上賭博 經濟出狀況 壓力很大 看我 大哥心情不好 當時他拿一個半根的給我 我就傻傻分不清楚 我說還分得半夜 我那個店長說 大哥 你要問那麼多 當我把那個半根香煙炒完之後 我的店長才告訴我 大哥 你現在炒的是 現在最流行的 馬背海洛第一名 葉董借著海洛因 暫時逃避壓力 卻也上癮了 年冬我好奇心嘛 還有TK 更存在僥倖的心態 在這種形勢下 這樣一個一個人的抽 回去還給我準備一包 讓我帶回家 一天喔 加上我那些夥伴們 一天要五文開 不到一個禮拜喔 他告訴我大哥 現在不流行稀釋的 該什麼 靜脈注射歡吃 我都沉下去了 有沒有 這已經差不多靜脈了 就沉下去了 有沒有 你看 10年過後也是一樣 這邊更清楚 受不了誘惑 葉董和朋友共用針頭 施打毒品 這一次他更接近死亡 樂界當中會抽血檢查 抽血檢查當中 主管大人告訴我 第二天就 你知道嗎 你的檢驗報告下來了 好像這樣報告單 報告下來了 你的血液被感染到艾滋病 當時我聽到這三個 是整個腦袋空白的 好像腦袋好像是被的 咧一大刀一樣 怎樣走到涉環 像這樣涉環 不知道 因為施打毒品 葉董沒了健康 也失去佳人 因為我被感染到了 HIV過後H病 自從那一方心開始 兩年我寄回家的信件 這個是我平常信件 我弟弟看到我的刀掃 用夾子夾著 直接吊著 像一個箱子 這樣 箱子 對 我弟弟整理起來 去匯科告訴我 大哥 你不用寫信回家 我說為什麼 你說你得到艾滋病 你嚇一嚇是沒人吻 飛也沒人打開 我看到我轉身 我眼睛流汗 眼睛流汗就是頭髮 就流汗了 儘管艾滋是透過 血液和體液傳染 並不會透過孔墨傳染 但妻兒跟他斷絕關係 爸爸 第一次我沒選擇原諒你 但是你爹是又窮到無射 我女兒跟我兒子跟我 我沒有你這個犀怒的爸爸 現在會想他嗎 媽媽 都不會想是騙人的 你看就是這些照片 我都隨身攜帶 你看 我隨便拿一本 你看就是成年老舊了 葉董不是個案 因為根據疾管書統計 從民國77年出現第一例 藥影艾滋感染後 人數每年以倍數成長 你看93年 全國是623到94年 已經跳到2000多 以這樣的指數升高 如果你在不做任何的介入 其實他感染人數是可能會 那時候預測可能會到兩三萬了 所以94年行政院就核定了 檢開計畫 就希望提供乾淨的針 讓他可以 至少不公用而感染艾滋 那就減少艾滋蔓延的問題 就是針大概500隻 4000隻 對 一個禮拜嗎 對 最少一個禮拜就想要500000 我來看一下 你好 你好 我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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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子 他們藥影者用完之後 等一下 我蓋起來這樣 就是這樣子 他就打開 他們把真菌拿回來 舊了就丟了回去 看他們來換多少 就拿多少回去 這是一個好事 因為艾滋變在空中期 有沒有藥可以這樣單治療 所以 其實你不配合政府 這個艾滋病想愛計畫 他的兒子 要是有艾滋病 我們的兒子也有艾滋病 混在一起的話 以後就更好 所以很明顯 你看95年之後 其實那個人數就真的掉很快 馬上就下降 一直到持續做下去 到近幾年其實 近3 4 5年來 其實已經恢復到之前 還沒有出現要癌症疫情的時候 的那個大概的範圍內 但降下來的數據 建立在患者主動來篩檢 台面下的黑數 可能更激人 不管是透過危險新型委屈 目前已經破3萬個人 公告的喔 重點還在哪裡 無情中倍感染 只是沒有充許檢討 至少一倍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 你還沒有抓到 所以就驗不出 因為公用證據是小 目前佔的比例是小 這幾年 主要都是不安全性行為 那再加上 真的用毒的這一塊 其實會是一個危險因子 像我有時候去台北市 他們去抓烘它 因為我其實只要被查獲 都會驗 都一定要強制 一定要驗艾滋 有時候那比例可能高到一半 是陽性 我要打破這個艾滋病的魔作 無名化 不要親吻 但是 30歲之後 葉大哥來上兩個次 先是大家的跟著哥哥哥 然後又因為 來上獨名 獨一獨 把我的一生全部都完了 現在的葉董 是台灣紅織帶的關懷員 四處演講 分享自身經驗 更希望孩子 能夠看到他的改變 我要做到讓孩子 看到我 他爸爸最口落的 如何會怎樣 會經過有話的過減之後 破減而出 破減而出 變成什麼 一支美麗的台北 讓我的孩子看到 他現在的爸爸 不是那心無童的爸爸 是他之前心目中最好的爸爸 主動喔 回到我身邊 叫我一聲 爸爸 他自己從天堂掉下去 經歷過這麼多次 然後心路歷程非常的痛苦 然後還願意回饋社會 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大家 叫大家都不要碰獨 這一點滿值得肯定的 我不要再造成另外 真的不太好 我一定會感恩的心好美 感謝因為 我這樣得到愛心裡 人生三百六十大回憾 回家